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访试病友让他发现 脊损商友都宅在家 身心不健康 当你在做访试员这一块的时候 你会好像在慢慢揭开你的 原本的旧伤口 毕业自多媒体科系的他 开始用镜头记录商友生活点滴 更试着开创更多商友能做的事 比如拉胚 因为商友本来就是单只手 可能会比较稳定 所以我刚刚在用的时候 其实也很怕他整个都跑掉 我的另外一只手一定要靠近 撑着 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身上 很方便的地方 我们总是希望就是 他能够到达的地方 就表示我们的服务对象也能够到达 那他当然路程上面 会遇到很多的困难需要克服 团队有导演 摄影师 三人出任务 看护还得随行 处理健康需求 我觉得很辛苦 就是光他们移动 或者是什么都会不方便 但在创意的世界 腾昊是自由的 母亲见证他的碎变 看到现在的你 充满着自信与快乐 然后你都注意地去实现 你的梦想与目标 妈妈感到很欣慰 贡献专场找出轮椅族 畅行无阻的旅游景点 期盼商友能迎向阳光 更加健康 大爱新闻 陈一郑旺昭中高雄报道 大爱新闻